1992年8月3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主犯,四人小组成员之一的王洪文因肝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57岁。 作为四人小组的成员里最年轻的一位,王洪文在被捕入狱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最终判决后,却是四个人里最早离世的,大多数人在知晓这件事情之后都不由得一阵唏嘘。 但奇怪的是,王洪文死后火化留下的骨灰却并没有进入墓地,而是被他的妻子崔根帝抱回了家。 更奇怪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崔根帝没有一点要将丈夫的骨灰下葬的迹象,这似乎不太符合中国人在传统观念上的入土为安。 那么崔根帝为什么要将王洪文的骨灰抱回家?又为什么三十多年了都迟迟不肯将其下葬呢?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王洪文接纳十年政局之事,在党内的地位如同青云扶摇直上,但就在他的地位如日中天之际,他却干出了一件并不利于他生育的事情。 1976年9月9日零时时分,伟大的无产阶级人民领袖毛主席最终还是离开了他的国家和人民。 在他逝世后,四人小组的成员已经按捺不住自己夺权的野心,准备阴谋夺取国家最高权力。 当时在四人小组、成员里,王洪文是最年轻且最为位高权重的,除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共同身份之外, 王洪文与之前的林彪一样,都是毛主席所谓的下一个接班人。 更何况,王洪文当时面临的政治情况比林彪可要轻松多了, 林彪当时因为毛主席南巡提前秘密反惊,觉得阴谋败露。 又因为有571工程纪要,这个实实在在的叛乱文件在, 所以林彪多疑的性格让他不敢去赌毛主席是否知晓事情全貌的可能性, 于是连夜搭乘飞机潜逃,却不想坠往在蒙古的温多尔汉郊外。 自1975年起,四人小组就加速了自己篡党夺权的脚步, 将近在这一年出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张春桥则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制部主任, 姚文元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作文章, 王洪文则是在背后预谋策动上海民兵叛乱。 可以说,1975年是四人小组全面开展打倒老干部行动的一年, 在这一期间遭受攻击最严重的两个方向, 便是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以及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等到毛主席逝世以后,王洪文等人的行为则更加肆无忌惮。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全国政令卡到了只经过自己手上的王伴, 相当于唐朝三省六部制度里的中书省, 在中央和地方中间设了一道卡, 政令的上达下制都要从他的王伴这里走。 王洪文等人通过这样的手段横在中央与地方中间, 直接垄断了全国政令的发布与地方报告的汇总, 一旦他们彻底成功,实际上就取得了传统意义上的政令合法化, 私人小组肮脏的谋国之心已经昭然若揭。 就在这时,有一则关于王洪文的所谓不利信息传出, 他将自己在北京上学的几个孩子都送回了在上海的妻子崔根帝身边, 还付给了他五百元钱,此后便在无名面上的来往。 当时的人盛传王洪文这是当了陈世美, 位高权重之后就抛弃了原本的糟糠之妻, 在这样的传言之下,那五百元钱自然也当成了王洪文给崔根帝的分手费, 或者说离婚费更为妥贴。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王洪文这一看似负心汉的行为, 让崔根帝在王洪文去世,骨灰即将依照流程入葬陵园之时, 将他的骨灰爆出,放在自己家里。 而这一放就是整整三十年。 按照当时的政局情况来分析, 四人小组几乎没有给出任何政治角度上的把柄, 但王洪文这种抛弃弃子的行为也可以算是一种生活作风问题, 所以王洪文当然不会轻易地给自己招黑, 他有他自己的考量。 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帝一直以来都在上海棉坊之十一场工作, 即便是后来丈夫之身去了北京, 当了中央的大人物, 崔根帝也一直没有跟着去北京, 夫妻二人只是逢年过节会见上一面。 表面上王洪文将三个在北京上学的孩子不声不响地送到崔根帝身边, 又给了一笔不小的金额, 此后一直到王洪文被捕之前, 夫妻二人再未见过一面。 这些举动看上去是王洪文要和崔根帝划清界限, 撇清关系。 实际上只有崔根帝心里明白丈夫的用意, 他在保护自己的妻儿。 俗话说宁根讨饭的娘, 不跟当官的爹, 王洪文也许在权力斗争方面缺乏经验, 但他在意识形态和大局方略上并不糊涂, 这些道理他还是明白的。 王洪文早就意识到, 自己现在走的就是一条一去不回的路, 不能连累妻儿。 如果侥幸成了, 自己仍然可以暗中照顾家小, 可要是输了, 他们就会被自己连累。 崔根帝是个好妻子, 嫁入王家之后可以说是吃苦耐劳, 对王洪文也是一往情深。 王洪文锒铛入狱后, 崔根帝和他老家的弟妹们还经常来往, 崔根帝还多次给他们写信, 每年还会抽几天回王洪文的老家开园村住上一段时间, 每次崔根帝都要一个人走上三四公里坑坑洼洼的路, 一来一回接近三个小时。 1995年, 崔根帝再回开园村, 这一次他在那住了有三个多月, 在丈夫二弟王洪武家里时, 崔根帝就帮忙打扫卫生, 洗衣做饭, 和他们一家人也很合得来。 在亲戚和孩子的眼里, 崔根帝一直都是一个温和的人, 但唯独他在抱走王洪文骨灰这件事情上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当时, 王洪文的骨灰如果按照正常流程走, 应该迁入北京八宝山人民公墓, 但身为遗孀的崔根帝却坚持不让丈夫的骨灰下葬, 而是一个人将他抱了出来, 放回了自己家中的客厅里。 由于之前有传言说, 王洪文与崔根帝已经离婚, 北京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起初还有些迟疑, 认为崔根帝是王洪文的前妻并没有随意处置王洪文身后事的权利。 但经过一番查验之后, 所有人才明白, 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离婚, 并且崔根帝作为妻子, 拥有对王洪文身后事的最高处置权。 而我党内对于各项事件的处理一向宽宏大量, 更何况崔根帝只是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 所以工作人员也并未过于为难他, 党组织对于崔根帝后续的生活也给予了一定的照顾, 所谓或不及家人无外如是。 都说人岁数小就容易年轻气盛, 王洪文自然也不例外。 他40岁出头的年纪正是如日中天之时, 一朝之间就被打得跌落谷底, 这巨大的落差令人无法接受也是正常的。 王洪文的政治斗争经验有限, 再加上四人小组此先多做倒行逆施之举, 所以其实并不得人心, 王办的事情就是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捅到华国锋那里去的, 只因为华国锋曾经当过湖南地区的一把手, 有一定的人脉基础。 不过王洪文当然不会只做一手准备, 他没有被王办所带来的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 而是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现在仍然缺少实际意义上的话语权。 这份话语权对于他一个熟读毛主席著作的人自然不陌生, 就是毛主席当年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著名理论, 枪杆子里出政权。 王洪文提出, 此时四人小组手上的军事力量较之华国锋来说稍显薄弱, 一旦局势有变, 舆论方向倒向对方, 他们在面对华国锋时将立即陷入不利态势, 导致前功尽弃, 满盘皆输。 毕竟, 中央还有叶剑英元帅、汪东兴、 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皆及格命家遵从毛主席的一命, 辅助华国锋稳定局势。 例如叶剑英元帅, 长期担任中央军副主席, 在军队内的威望巨大, 汪东兴也长期负责公安部与军委的工作。 由这些人围绕华国锋进行决策, 四人小组只觉寝食难安, 尤其是将自己造势为国家主席, 将张春桥造势成国家总理的王洪文。 后来王洪文也耍了一些小聪明, 做了一些跳梁小丑的行径, 费尽心思从沈阳军居调了几辆装甲车到北京城外。 消息传到叶剑英元帅耳朵里后, 他立即大发雷霆, 去查清楚看看是谁下的命令。 真厉害啊, 装甲车都开到北京城外了, 好大的胆子。 很快, 事情的原委就被叶剑英元帅查出, 这次突如其来的危机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件事情过后, 华国锋等人也明白了四人小组的用意, 决定先下守围墙。 1976年10月7日, 四人小组的成员被悉数捉拿归案, 他们在党内酝酿多年的阴谋终于被彻底粉碎。 起初, 王洪文在法庭一审时的反应还很激烈, 甚至还做出了当庭反抗的行为, 意图扑向叶剑英元帅, 好在被警卫员按了下去, 之后便一直给他戴着手铐, 王洪文也是四人小组里唯一需要戴着手铐出庭的。 据负责关押王洪文的工作人员描述, 王洪文是个自命清高的人, 被捕的时候年纪也不算大, 中央给他们这些犯人的待遇也很好, 每餐都有一婚一素一碗汤, 水果, 米, 面条等食物基本上也是充分供应, 生活条件其实是很好的。 而且为了保证私人小组成员的精神状态, 关押他们的地方也很山清水秀, 如果不是这一层囚犯的身份, 倒像是他们去那里养老的。 王洪文在入狱后见了妻子崔根蒂几面, 在他的劝说下, 王洪文终于决定要坦白从宽, 在后来的几次当众出庭时, 四人小组的几位成员之间的表现也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姚文元这个平日里巧舌如簧的人, 一直在避重就轻, 归根结底是因为心虚, 张春桥则是老神在在, 不知道是心如死灰, 还是以为沉默是金, 总之就是一言不发, 将情此时的态度最差, 多次打断审判长发言, 甚至还破口大骂, 十分桀骜不逊。 与这三人相比, 反倒是之前做出了过激反应的王洪文认错态度最好, 所有事情都合盘托出, 为的只是争取自己减刑, 早日能回到妻子儿女身边。 但最后的审判结果, 又让王洪文几近崩溃, 他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这也彻底杀死了他对于未来生活的愿景。 此后, 王洪文在山清水秀的关押地生活了16年后, 便因为肝病育育而终, 死前他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妻子儿女最后一眼。 对于王洪文育育而终的过往,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